吴宗宪公开财产分配方案,儿子马上表态要痛改前非,大树底下好乘凉,吴宗宪儿子陆锡派,本名吴瑞轩,接二连三做蠢事,现在又东山再起了。 25岁的陆锡派是吴宗宪唯一的儿子,上面还有三个姐姐呵护,每次闹事都不缺收拾懒贪子的人,陆锡派于2018年声称要炸掉政府大楼,被检方起诉,2021年当街西大麻被抓,罚款10万台币及还起诉处分一年,事业净毁。 吴宗宪的老脸丢尽,台面说狠话,台下却不断给儿子拉资源,他近日在节目中表示,早就做好财产规划,大部分捐出,其余的平分给三个女儿,至于儿子陆锡派,吴宗宪调侃让他去做DNA再看看,言外之意是在说儿子的品行不像他。 被老爹跌死之后,陆锡派在2月3日接受采访卖惨,自曝上一次稀释大麻后的落魄下场。 陆锡派称这三年的心情变化非常大,不只是被断掉经济来源,也完全没有任何工作,为了生存决定把自己打掉重练,重新检视自己的交友圈,犯了错跌倒才找到真正的自己,以前是年少轻狂,现在才看清楚,真该高兴老天爷。 陆锡派承认以前有爸爸可以靠,出事后变成什么事都要靠自己,有一年时间三餐不济,甚至还不起银行的两万欠债,每个月只能缴纳最低的额度,穷到没钱吃饭,还要到处找工作,笑称自己很会挨饿,想办法找东西吃,常去大姐吴山儒的饭店蹭饭,饿了一年的陆锡派,后来接到综艺节目的资源才有稳定收入,笑着说在录影的地方有盒饭吃,所以现在不用烦恼吃饭的事情, 相信所谓的综艺资源,根本就是吴宗宪提供的,而且吴宗宪还点名让儿子接班去管理牛肉面店,陆锡派则非常诚恳表示,现在不是顽固子弟了,要凭自己的实力白手起家。 另外,每次发新专辑就出时的陆锡派,最近又要发布新专辑,而上一次发布新专辑前夕,陆锡派在街上西大麻被捕,导致数百万投资,打水漂。 话说,吴宗宪数日前才说可能不会把过一的财产留给儿子,陆锡派这边就做出痛改前非,迷途知反的样子,这对父子属实有趣。 这对父子属实有趣。